為了打擊炒家炒樓、推高樓市 政府提出額外印花稅獲立法會三讀通過 住宅物業在半年內轉手要交15%的印花稅 半年至一年內轉手就要交10% 一年至兩年內轉手額外印花稅是5% 有關的建議獲大部分政黨支持 而地產建造界議員石禮謙提出的多項修訂 包括為草案訂立日落條款 令法例在明年5月自動失效都被否決